原标题 梁山最后一阵 护三娘雪夜访林冲两人聊了点啥 首先要说 水虎转原住并没有护三娘雪夜访林冲的桥段 这是后人编出来的新故事 林冲和护三娘首次见面 是在梁山三大住家庄时 护三娘活捉王英 梁山占据不力 然后护三娘追赶宋江时 林冲感到两人在马上斗了不到时刻 护三娘被林冲活捉 护三娘想找个好老公 无疑林冲是最为合适的 但宋江强行把护三娘许太己形象猥琐的挨脚苦王英 护三娘硬在人手 不得不同意 但心里肯定不爽 林冲帅气 有一身好功夫 为人正直 还会疼女人 在梁山那火乱七八糟的好汉中 林冲无疑是鹤立鸡群般的存在 类人爱英雄 护三娘对林冲有好感太正常了 没有才不正常 何况这只是朴素的好感 也没别的什么念头 后来忽言不争梁山 连环马一路碾压过来 梁山猝不及防吃了大亏 当时林冲与护三娘同为左军将领 大败之下 护三娘安然无恙 而武艺高强的林冲却重见受伤 虽然战场之上都是同袍 不相救援乃是分内之事 可是说归那么说 有了这种经历 从此以后 比起旁人会更加亲近和关心 也就在所难免 展开全文梁山最后一场大战 是高丘率领朝廷大军来争奖 之前通过两次战败 高丘已经不敢小看梁山了 调来能争善战的十方节度时 各个牛气冲天 在梁山最危急的时刻 作为马军机密头领的护三娘 已经知道 林冲明日阵前要投一个出任对敌 肯定有所担心 护三娘始终觉得 林冲只是进军枪棒交投 和这些骑马的武将还是有差距的 万一出事怎么办 人如果觉得末日快到 往往不惜一切 把想做想说的都做了 勇气未曾 也许就是这样的心理 顾三娘才会忍不住想去 看着这个自己欣赏的这个世间奇男子 顾三娘这么做 当然只是出于同世间的感情 但毕竟她嫁给了王英 单独去找林冲 难免说不清楚 顾三娘为了避嫌 拉上了曾经过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一起去 给自己做个清白的证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些人的女孩 为什么她不 �嫁给你 我们应该知道 你我还没关注 每次都能找到 你 由来